我想憤怒,因为刚才讲到,他所提的咨询,包括他没有将全面的资料披露,特别是这个天星码头,有关一个评估的报告,提出来给公众,还有一个讨论。 报告引起关注之后,古物古迹办事处发表声明,自己年前讨论过报告,只是当时不采纳当中的建议。 古日传就认为,进行这一类涉及人民价值的研究时,单靠专家报告也不够全面,他更加用一个油画的比喻来说明。 如果一个爸爸为他的四五个子女画了一幅画,那个子女要搬屋的时候,决不决定搬这幅画的时候,他可以请一位专家去帮他了解这幅画。 有一大堆这些技术性指标,就告诉五个小孩听,那这幅画是否好画? 但是那五兄弟的感情,是远远超出这幅画,给我可以看到的价值出来。 过去两晚,继续有大批市民出席拯救天星码头的燭光会。 立法会规划地政委员会,再通过没约束力的动议,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工程,但宣明扬就拒绝,更加说停工是不切实际。 市民是很无力的,我们无力去表达,政府又会跟我们说,为何你不早点说, 但我亦都去问,我们用我们自己的钱,自己的时间去做这件事, 而政府一直都是用我们的钱和我们的时间去做这件事的时候, 是因为谁不早点说,谁之前做的事做得不足呢? 有关注古迹捕育育的人士,一天里面就筹到十万, 聘请维修英国大笔中三十年的专家来港, 希望事情有转弯的预备。 在香港是没有专家认识的,而这些最基本我们要去认识它, 然后才可以选择未来的方案,我们都不知道那时候, 我觉得现在的讨论其实都是逃源的。 其实现在中楼内的组件已经拆下, 天星小龙公司在回复我们查询的时候就说, 按照计划,同中的机械组件将会安放在历史博物馆, 而五个同中将会放在新码头。 对于在英国负责维修大笔中的专家, 有可能来香港,或者能够复修机械中, 天星小龙感到恩惠。 我们联络了即将由伦敦来香港的专家, 他说天星中楼的机械组好易保养, 即使在英国费用只需要约1万港元一年。 不过他又说中镜内部组件和中楼是不可分割的, 如果胡乱清拆, 又可能会令到机械组无法重组。 在2003年, 保护维港运动换起广大市民对香港文化遗产的关注, 今次天星一役, 亦都成为香港人认识本土文化, 特区政府认识港人诉求重要的一课。 大家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学到东西的, 可能你以前不觉得你和社会那么近, 你以前不觉得文化是一样那么迈身的东西, 但可能你有过这个经验的时候, 你会知道了这些东西的关系。 议会上面是已经适应到市民的诉求和回应, 但是政府在现在这个制度上是跟不上的。 2003年之后, 大家对这个古物古迹本土文化集体回忆, 这个诉求是否能够回应得到呢? 我觉得政府检视一下现在这个制度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